YouTuber呢 这个超哥 因为跟Toys 在针对他餐厅料理评论的时候 一言不合就暴宜老全 双方闹进了警局 现在要对付公堂了 不过呢 其实这后续的进展 似乎好像没有如同超哥 出来说不好意思道歉 这么样的平缓下来 因为呢 今天超哥的日本料理店 有一个新规定 就说在这儿 我们如果你不礼貌 他们不欢迎奥克 会免费招待铁拳吃到饱 欢迎猫跟狗 但是绝对不欢迎Toys 戴帽子休闲装扮 他是殴打Toys的网红超哥 交保隔天被民众募集 现身机场 一早接到记者电话 玩具受访 只说四小时后才有空 而他脸书最新贴文 订下海鲜餐厅新店规 可接受善意评论 不欢迎奥克 可免费招待铁拳吃到饱 欢迎狗跟猫 但不欢迎Toys 依旧超派 欢迎收到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右手边是我的好朋友敏森 日前他议员同框拍美食的影片 被翻出 导致议员脸书被灌爆 被质疑挺黑道 超哥发文反击 说如果我真的是黑道就好了 Toys就不敢上门砸场 最后hashtag他的经典名言 超派铁拳 一时失虑之下 所以我就用我超派铁拳中了他一顿 由于Toys制作笔度时表示不止一人打他 警方第二位监视器发现现场有八男一女 有的是员工有的是客人 超哥挥拳当下 一名黑衣男也不踹了一脚 身份被查出是29岁的灵性员工 派出所所长21号晚间亲自打给他 说现在只差你一个道案 要不要过来说明 对方说晚点回复 两小时后打来 请求22号晚间再说明 警方同意 表示若敢晃点将发通知书 不到就会具体 使用暴力本然就是不对的 不好意思 那我会负起相关的法律责任 被提告多项罪名 其中杀人未遂罪是10年以上重罪 构成要件必须是有致人与死的犯译 有律师认为超哥没拿武器 没有杀人意图 难构成杀人未遂 但把人打得头破血流 伤害最稳重 能否获得轻判一颗罚金 得看事后是否认罪和解 时间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揍他 当然犯后态度也会是考量重点 TV的讯论 蔡平旭玉琪台北报导 不过我们还是要奉劝观众朋友碰到冲突或者是有纷争要解决的话用暴力还是最坏最坏的示范了 而今天呢其实在超哥的店家的网路留言呢有很多人说五星评论送拳头似乎也要反奉他的暴力行为但业者也澄清再澄清喔 Toys说醋饭很难吃 但他们强调他们的师傅是有三十多年的经验 在处理上面呢比较接近日本的师傅 可能因此不符合口味 超派铁拳事件发生之后店家有受到关注 不只是平日下午有不少的民众要来排队尝鲜 就连网路上也有网友开始狂刷评价 店家Google评论不断有新留言涌入 有人很酸五星评论送铁拳 店家受到高度关注也有人好奇餐点口味究竟如何 当天超哥提供给Toys的餐点被嫌弃的是这一碗超派急上洞 售价六百二有生鱼片 天使红虾干貝汉包鱼 但超哥事发后强调店内师傅资历雄厚 对餐点很有信心 师傅高职之后他毕业就在七条通八条通 跟师傅日本人的师傅一起学习 所以他们学的东西都是很传统 道地的日本料理的手法 日本人他们对于处饭他不会要求到这么酸 业者说师傅将近三十年的资历 对品质把关不会马虎 但这回事件许多人开始关注超哥 他二零二一年开始经营YT频道 因为影片题材特殊 点阅率相当高 我告诉你他好不好用不知道 但是他真的很耐用 曾开箱黑卡介绍用途 认为不好用想要剪卡 影片上架之后 也让超哥获得更多的流量 从影片内容而看得出来 超哥口袋似乎相当有深度 六百万第三次 恭喜超哥 恭喜超哥 曾花了六百万竞标特殊门号 不少粉丝还特地打电话造成他的困扰 去年一口气买了四辆车也拍过开箱影片 失业版图横跨长照媒体和餐饮 餐年口味见仁见智 透以四二度评论超哥的食材 这回遭到痛殴 两人不止旧恨又多了薪酬 台北报道 好虽然这暴力的探电冲突 引爆了网路上的流量 但是可以说是做了最坏的示范 再次呼吁大家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会让问题越来越大 我们今天的社会大搜查线 邀请到的是我们记者李杰来到现场 李杰晚安 新闻晚安 观众朋友晚安 好 李杰大家都说 这种用拳头来解决纷争 反而呢 可能会是解决掉自己的自由之声吗 因为像有好多网友就开始起 李超哥过去其实还有蛮多不少的前科 甚至只称他是缓刑的身份 现在要触犯了重伤害罪嘛 所以接下来他这个缓刑的身份跟资格 会不会出问题 其实这个缓刑的部分呢 目前只有传言说 好像疑似有这个缓刑的状况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透以子跟这个超哥 他们因为这个触犯的问题 竟然是大打出手 那很多人都在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讨论 甚至来说这个透以子 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赚了一些流量呢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看到 透以子是完全没有还手的 而他被打到头破血流 在整个案件这个过程当中呢 目前他已经是提高了杀人 还有杀人未遂 伤害恐吓还有违反组织犯罪条例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个超哥啊 他在这个受访的时候 他有特别说 这一次真的是因为一时失利之下 用了这个超派铁拳揍了对方一顿 他说打人是不对的 也就是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应该这么回应 但是他竟然还说 时间到回他还是会揍他 而这么一说呢 也引起非常多的律师法界人士 来一番讨论 也引起了一番的这个法律战 不同的律师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呢 就是律师李怡珍 他就说其实呢 其实动手就已经是不对了 尤其身为公众人物更不应该动手 而且呢 他这样子的说辞等于是在公然自证 毫无回忆的行为 完全是摔过头到头摘了 他就提到说 其实超哥呢 自己的店面 自己经营的事业都非常的大 如果呢 他再忍一下 其实呢 是可以避免说发生这样的事情 甚至他自己也可以不用自己动手 而且他在面对很多 类似当事人的这样的行为时候 李怡珍女学特别提到说 其实该在镜头面前说什么话 或者是说在检察官面前 该低头就要低头 而且该掉泪 该对不起就应该要认罪 而不是在镜头面前 还说出像这样子的言辞 而第二名律师呢 他说的这个 这是叫做薛曼的律师 他就说 外界传言 这个超哥是在假释当中 因此他建议说 他最好是极力争取这个和解 否则有可能会坐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如果外界传言这个假释当中的话 假设呢 这个超哥跟这个Toys达成和解 Toys已经撤告 不再告他伤害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 就这个整个伤害案件的话 是不会再持续的进行 不过如果没有撤告 这个案件持续的在审理的话 要是最后呢 他被判刑的刑度 是超过六个月以上 那么之前呢 他这个缓刑就有可能会被取消 这个相端的刑度呢 到最后全部都要来自己负责的话 就有可能真的会坐牢了 那面对到底这个奥客进到自己的餐厅里面 到底有什么解决的方式吗 那么第三名律师呢 就给出一个很不错的建议 他就提到说 如果餐厅遇到奥客的话呢 其实呢 是可以拒绝服务的 如果对方强行的进去的话 有可能会吃上这个侵入民宅 或者侵入住宅的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知道是其实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Toys说他不只是被一个人打 也就是说呢 一开始以为是超哥 来对他这个 有这些暴力的行为 但是没有想到呢 有一个灵性员工趁机进啊 还有补Try Toys 那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进度呢 就是这名灵性男子 Total Try Toys的这个灵性男子 在今天傍晚的5点57分 已经来到大安分局的安和派出所 正在做笔录当中 而后续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警方也在持续的追踪当中 嗯 就像李杰所说的 其实律师就是从法律上面开始分析啦 用暴力解决问题 反而跟坐牢的距离 可能会越来越近 如果超哥真的有前科的话 最好是赶快和解 以免呢会丧失自由之声 那么其实网路上呢 这个威廉也说 如果是故意踢管的话也不对 他学的两个行为 一个是带有恶意去踢管吗 一个可能就是暴以老权还击吗 这样的行为 他都是不赞同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候选会的会长也说成熟的人 其实都不会选择这个样子的 那么也有人就说搞了一个大新闻换得了流量 但是呢 却是却对社会做出了最坏的示范 而同时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 今天警方陪同被诈骗的民众来抓诈骗集团的车手 车手呢顺利的在取款的时候 警民合作之下被逮捕了 而警方还在他身上查到了捐款给慈善单位的收据 他说如果真的要做善事的话 怎么还会想要当诈骗车手呢 拎着两大礼盒 前往速食店与一名女子碰面 没想到才走上楼 袁姐立刻上前揭穿这名黑衣男子是车手 被团团包围 男子还想装煞 警方搜到一半看到一张慈善团体的捐款收据 原警与被害人联手抓车手的地点 就在西北市淡水捷律站对面的这间素食店 而警方也调查说 这个位置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诈骗热区 年月30岁的被害女子指控 之前加入投资群组被骗了68万元 是朋友提醒了他才发现遇到诈骗 26岁寄信车手落网也很不老实 工程当天来送礼盒去包裹 但警方从他手机的照片查出 他经手的诈骗账款已经高达五百万元 预估至少四人受害 而像这样的诈骗案件天天上演 警方到底怎么说服民众联手抓人 如果是可能借钱来投资的 那个就是跟他说就真的 就是配合我们找一个对象 以后球场才有办法 你如果都不做的话 不做这些动作 光等我们追金流或者是其他的 有可能是通一个诈骗的APP或者是平台 再去追的话很慢 那我们配合我们的话 就是至少就马上现场就一个到两个 有时候甚至可能到三四个这样 金融犯罪就是与时间赛跑 对被害人来说赶快抓到一个 日后提告更有明确对象 而对警方而言除了提高破案率 更有机会从这些犯罪集团的下游 逐一追出幕后对恶势力斩草除根 好 骗走民众的血和钱再去捐慈善 很多现象的网友都说 难道这是要买赎罪券吗 不过真正犯下的车手的罪行 不会因为做慈善而一笔勾销的 那么威廉也有说 这是骗500来捐100块吗 是不是也不符合比例呢 但是还是奉劝大家不要诈骗 正正当当的从事正当行业 才是正途 那么就来请教李杰了 很多人都会贪图就说 我只是去收钱 我没有实际参与诈骗吗 那么我就是做这个高薪的打工 应该还好吧 但是其实事情可能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吗 对我们从这个案件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这名男子这个车手 他其实蛮年轻的26岁 他自己说他第一次当车手 没有这个诈骑的记录 果然警方在调查的时候就发现说 真的他没有诈骑的前科 但是他过去的犯罪行为 其实也是蛮丰富的 包括了还有毒品伤害回损的记录 那这次呢他说他第一次当车手 不过真的这么单纯吗 警方后来呢就查他的手机就发现 其实很多车手 他们手机里面都有非常多关键的证据 当下就看到其实他有这个经过的 他的手领取的赃款 就已经高达了500多万元 而500多万元其实就是等于可能 会达到这个大赛 至少是4到5个被害人的 这个被害的金钱 那警方在搜查的过程当中 还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就是呢竟然有一个慈善团体的捐款收据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原警 我特别问他说 你是不是拿被害人的钱拿去做慈善 难道是自己过于不去 还是你想要争取减刑吗 那到底能不能争取减刑呢 我们稍早也有跟这个律师来请教 其实呢 在我们洗钱防治法的规范里面 你要真的达到减刑的话呢 这个条件就是呢 你在侦察庭的时候 在被警方抓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就要认罪 你就是真的是有从事犯罪 而第二个要件呢 就是你有跟这个被害人达成和解 被害人愿意原谅你 但是其实大部分被骗的被害人 其实是不太愿意原谅车手的 除非真的是有达成和解 而对方也真的是愿意赔偿给他 否则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几乎是不会有这个减刑的机会 除非你在第一时间认罪 那根据我们了解呢 其实在法律上面 这个车手他到底要付上多大的刑责呢 很多人觉得说 我只是去打工去领个钱 难道就要吃上这么重的刑责吗 没错 其实车手的刑责是非常的重的 依照我们的法令 其实是可以看到 他们呢 如果参与犯罪组织的话 最终可以处六个月到五年的徒刑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在法院 法官他不会管你在这个诈骗集团 或是犯罪集团里面 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一旦你是车手 你领了赃还 就是帮这个集团来领取不法的这个金钱 那行度就是自己要承担 而且呢 这个诈欺的罪数 会依照你提领的次数 或是面交的次数来算 领一次 罚一次 领十次 罚十次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不停的提领 在同一天 可能面交个五六次 或是面交个三个人 那么你的有可能就会涉及那个加重诈欺罪的问题 因此这边特别提醒 其实在网路上面有很多寻找工作机会 但是这些东西 如果是要去领钱的话 特别小心 这都有可能会有涉及 加重诈欺车手的问题 确实哦 这种高薪的打工 李洁带想 大家要听哦 领一次罚一次次输多了 加重诽谤 然后如果被法官认定 你可能明明就知情 你还帮忙领钱 那么你就是共犯 还要连带赔偿的责任 搞不好家人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积蓄也要跟着 因为你当车手 贪图高薪的行为 统统赔了进去 真的要在三思啊 我们谢谢礼节的分享 谢谢辛化 谢谢大家